苗里院里镇一处建筑工地中午突然冒出浓烟和大火 警察人员赶抵现场布水线灌就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在火警发生前有工人还在现场工作 不排除施工不慎引发火苗 详细原因还在厘清 蒙烈火蛇不断从六层楼高的建筑工地窜出 还夹带浓浓的黑烟 院里镇大兴路附近居民表示 中午时分在家闻到烧焦味出门查看 赫然发现还在兴建当中的大楼奇火 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急忙通报消防队赶往抢救 由于工地内堆放大量板膜 加上火车在强风助长下火势迅速蔓延 消防队抵达时整个楼顶已经泄露一片火海 为了避免邻近房屋遭到波及 消防队员赶紧拉出水线 从建筑工地的前后分别涉水灭火 缩性没有人员伤亡 消防队员花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才顺利将火石扑灭 3号上午原本还有工人在绑钢筋 因此不排除施工不慎 隐然活尽 但详细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逐步估计损失大约近百万元 是否影响房屋结构还要鉴定 不过整个建筑工地可能因此延误攻击 记者张兴杰苗里报道